中共在中國的房地產、金融和互聯網 過去並稱中國三大高薪行業 現在房地產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最近一段時間 越來越多人自願減薪 轉行到其他行業 任職在中國某間千億房地產企業的員工說 或是受救了地產圈這種沒落動蕩的感覺 最近幾個月 他周圍很多人跳槽到互聯網 央企、國企就算減薪二、三十萬也大有人在 一位95後的年輕人 最近剛剛由一家知名的房地產企業離職 他說自己還年輕 不打算一直浪費在這個夕陽行業 所以找工作的時候一心想跳出地產行業 根據最新的中期業績報告顯示 最近一年萬科集團的員工人數 由巔峰的13萬大幅下跌了20% 合景泰富、富力、泰和等房地產企業的員工人數 一年之內也大幅下降了30% 此外 10家上市房地產企業公司 2020年的人均薪酬首次出現下降 其中高層管理薪酬同比下降了5% 第六某投資銀行內部人士鄭義認為 在多個行業都遭受到打壓的情況下 由房地產企業離職的員工未必能順利轉行 與此同時 當局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並未放鬆 8月31日 廣州市發表二手住房交易參考價格發佈機制 並公布首批熱點區域96個樓盤的參考價格 其中排名第一的天河區保利森羽花園 參考價是每平方米96957元 與較早前掛牌每平方米17至18萬相比 價格幾乎腰斬 廣州某房地產經紀人馮小姐認為 這波政策主要打擊炒樓客 但是也抑制一些正在觀望的賣家意願 據第一財經統計 已經有12個城市發表了二手樓參考價格 包括深圳、廣州 兩個一線城市 東莞、成都、西安、寧波、無石 和合肥等六個二線城市 還有部分三線城市 按揭出現動工這就是個大問題 鄭義分析 過去怕二手樓價過高 現在又怕樓價太低 近期恆大集團出現資金緊張 部分項目因為未付款而停工 目前中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李市長李楊出席論壇時也發出警告 樓價持續下跌 如果低於按揭貸款 物業變成負資產 樓市真正的危機就會來臨